我们今天生性业果的部分 我们要学习的是 百元经的第三卷第二十七则 第三卷第二十七则 题目是 悲死以沾谈香屠佛逐园 他讲的是一位女仆人 女仆人她把沾谈这个香 屠香供养佛陀的脚 这样的姻缘 那时候佛陀在王色城的竹林金色 那时候那个城中有一位大长者 她有一位卑女 一位女仆 这位女仆秉性非常的善良 而且也非常的恭敬三宝 但她工作非常的辛苦 常常要为她的主人去磨沾谈香 把沾谈香都磨成香粉 我再猜可能是很辛苦的工作 因为以前师父曾经叫我把 人家供养师父的那个橙香木 这个劈成小段 然后我们在供佛的时候 真的拿这个橙香木 小小的橙香木来供 那个劈的过程 发现橙香木真的非常的坚硬 这个我们好几个法师 用好几种方法慢慢劈 慢慢劈才把它劈成小段 把沾谈木磨成这个香粉 可能也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尤其是那个时代又没有机器 那后来呢 她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 她出门的时候 她就看到了佛陀至尊 搭衣持播 带着深重的比丘 入城起石 一看到佛就很欢喜 她就回到他们的屋子里 拿了少量的这个沾谈粉 就涂在佛陀的脚上 佛陀就献神通 让这个沾谈香气 变满整个王色城 然后这个卑女 她看到了这样殊胜的神病 非常非常的欢喜 对佛陀发起了很强大的信心 跟恭敬心 然后她就五体投地 发了强猛的誓愿 就是用我这个香气 供养佛族的功德呢 希望我来世 永远离开这个贫穷下贱之身 早日成就正觉 能够广度众生 跟佛陀一样 无二无别 她发了这个怨之后 佛陀就微笑 从佛陀的灭门 放出五色光 绕佛三扎 最后从佛陀的顶门 重新进入佛陀的身体 那时候阿难尊者 就请问佛陀说 如来世尊 平常您不会轻易的笑 如果有笑一定有特别的因缘 那请问今天您微笑的因缘是什么 那佛陀就说 好 那地听地听 善事念之无当未如 分别解说 佛陀说 你有没有看见 眼前这位长者的悲女 她用沾潭香香末涂在我的脚下 阿难尊者说 有看到 然后佛陀就说 她因为这样子的功德 未来的九十节当中 身体相结 而且不会堕到地狱恶鬼出身 然后天上人中 长寿快乐 身体相结 女生听到了会不会很羡慕 沾潭香 沾潭香超过这个世界上 任何昂贵的香水 她不用吐香水 然后就九十节身体都这么香 然后一时不堕恶趣 天上人中长寿快乐 最后她会成为毕之佛 然后毕之佛的名号 就叫做沾潭香毕之佛 她会度多很多众生 无量无边 所以我微笑 那时候生团的比丘 听到佛陀这么说 都非常欢喜的 这个依教奉行 所以原来是很辛苦的 第一位很卑微的卑女 对不对 那她的命运怎么转变呢 转变命运的关键在哪里呢 大家信不希望 有那种最快速最有力的 这个改命的方法 信不希望 好 那那个方法是什么特征 你要虔诚地 具足信心地去倚靠 聚立业门的力量 那时候少少的善行 就会产生很强大的善业的力量 这个是最快速最有力的 翻转我们命运的最好的方法 然后呢 我始终跟大家讲 我觉得广论最大的特色 从头到尾就是教导我们 怎么样善巧地运用 聚立业门的力量 让我们造最强大的善进之夜 可以最快速有力的 翻转命运 这就是广论的特色 所以也应该很庆幸 很感恩自己能够 得到老师跟师傅的射受 能够顺利地学到 这么殊胜的教法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要 一起学习的部分 非常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